沈师傅和妻子在义乌工作 12岁的儿子平时在老家上学 前两个月放暑假 孩子也来到义乌 8月28号那天 沈师傅的妻子 把儿子送回老家准备开学 第二天一早 看到手机有两条消费短信 我问我老公 我说你出钱了吧 他说没有啊 我得上这班呢 我说坏了 我银行卡怎么欠 再缺了两次 我走我把卡六给他拔了嘛 本来卡上应该有多少钱 六万多 六万一二那个 那天去查还剩多少钱 我一查就知道4800 这个 沈师傅介绍 当时银行卡在自己手上 他去银行查询后发现 从7月份开始 每天卡上都会有几笔钱支出 有的100多 有的400多 还有900多和一两千的支出 最大的一笔是4000块钱 后来沈师傅的妻子发现 这都是儿子花的 他说他看现场直播 CC直播 他玩那个什么游戏 我又没上过去 我又不懂 我们俩都没上过去啊 都是小学人年纪毕业的 可能都不会玩这种机啊 记者在沈师傅妻子的手机里看到 已经登录的这个账号 财富等级是9级 软件中看不到具体的充值统计 沈师傅导儿子介绍 这些是他自己操作的 怎么接触到这个软件呢 在运用商店下的 自己找的吗 嗯 没有人给你推荐 给你讲 没有 其他的直播软件你没去下载 没有 为什么选中这个CC直播 我在哪里只看到这一个 你主要看什么内容 就是看到其他的傻东西 又那是C边看 打游戏 打什么游戏 没有之后 他这个密码你怎么知道的 嗯 密码一线舍质拿的时候都是我舍质的 这个绑定这个银行卡是谁绑定的 我绑了 你怎么绑的当时 嗯 就是 我爸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我偷偷绑了 就是把手机号码输入进去 这样 我在一个眼中门输入进去都行了 沈师傅介绍 他和妻子在车间上班 平时儿子自己待在家里 为了不让儿子乱跑 才把手机留给他 之前也没开通过手机支付功能 没想到儿子自己就绑定了银行卡 一天上十个小时 还怕他一个人 这眼里不让亲孩子 还怕他丢失 他要玩手机 没想到他能给我 像我自己想着 外面不会帮银行卡都没帮 银行卡都兼钱都在屋里放着 不知道咱们他个银行卡也帮上了 上面那地方有点傻傻东西 感觉好气 任何怒怒 出门前手机会有短信通知吗 有时候出来删了 我都不看 你就给他删掉 只要一发出来 你这种傻东西我都不看 直接删了 礼物都送给谁来平时 谁边送 就是看见谁来给谁 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呢 我都是谁边看 一般送一些那些那东西 然后 你都退出直播间 送完就退出 嗯 如果别人会说什么话吗 嗯 说个谢谢 沈师傅希望 CC直播方面 能将未成年儿子充值的钱退回 记者联系了平台运营公司的工作人员 发稿前对方回复 客服正在对沈师傅儿子的账号进行核查 好